这一个月内马上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是台湾激进党的立委陈伯伟3Q的发明案 10月23号要举行投票了 也就是说非常的紧急 那他们有没有团结 以及整个来看局势当中 到底是朱立伦要来领导 还是说江启臣要来领导 因为10月23号 可是交接是10月31号的事情 所以到底是谁要来领导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内 大家都必须要去思考 就是说当然照制度很重要 我不认为江启臣就会这样双手一摊摆烂 我就不认为江启臣现在群立投入 现在问题是朱立伦 因为他有他地方的政治的生命 也必须要顾 而且这一块我讲真的 党主席下来是以为是 难道江启臣从此都退出政坛吗 不可能吗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会走他要走的 现在在于是国民党内的 那一个所谓的领头羊 应该是由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当然江启臣 今天有些人会批评他讲说 你就拴死了没方法 双手一摊 拍拍屁股就要走或怎样 那问题就来了 就算你坚持到这一段的时间 那3Q完了之后 过跟不过 那公过要算在江启臣头上 还是算在朱立伦的头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 他们的这个 按照义富哥的说法 叫做大家高人 都有国民党的宫廷的这个文化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拿脸去给别人打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 因为朱立伦在当时 这个投票之前就有被问过 他说他当选完了之后 他会进最大的力量还什么的 反正就是要把他的和谐 你今天说真的 江启臣张亚中 甚至是像卓博元 他们三个人真的在 江在朱立伦的心目中 会有到多重要的地步吗 我回来看就是说 你今天的这个的和解的动作 其实希望他们的支持者 能够尽快的愿意回到 这个国民党内 甚至就愿意愿意 在你的领导之下继续走 讲一个比较恶心的话 变成这样 难不成说你 我国民党今天我选的董主席 董吹席所有的恩恩怨怨 他们三个我不管 他的支持者 就会自动变成国民党 不可能 他今天要做的这一块 其实来自于这里 可是我觉得朱立伦 他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好了 2015年当时朱立伦 做国民党党主席 有一天他就突然在电视上 他们就抛出一个议题 讲说国亲可以合作 那个国亲合作意思 因为那时候总统都有参选人 大家都要搞出来 那时候亲民党那边就 我们怎么不再有国亲合作 这件议题你知道吗 所以就我所知道是 亲民党有打电话 要问朱立伦那边说 你们抛出来说国亲可以合作 可以怎么样 那到底要怎么个合作法或什么 没有通上电话 我只能这样讲 双方没有通上电话 事后也没有再继续通上电话 不是啊 你要国亲和 你连跟人家 挨拶一下 然后人家会找 没有通上电话 然后说我要国亲和 亲民党有打电话问 就问说这个刚刚有讲国亲和 结果那个时间没通上电话 后来就我所知道 也没通上什么电话 所以到最后 你大家Google一下新闻 到最后是宋楚瑜出来讲说 我也知道有人抛出国亲和的议题 但是我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接到国民党说要怎么谈 不是征效的 不是啊 那讲讲而已 朱立伦很怕真的要谈 朱立伦也很怕真的要谈 所以我就讲 如果今天你说要这个国民党的和谐 你要是如果真只有讲讲而已 要和谐 其实知识者也很清楚 就是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在选前跟人家讲说 你选上的时候会尽最大的努力 结果今天回到说 不行我国民党的文化 就是我第一时间不能够出来 不然我会很没面子的去搞定 我老实讲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就是你可能性格是这样 但你能不能 这个性格可能会影响到的是 人家会觉得那你有没有这个担当 足够于继续带领国民党 去走向你阮忙中的 那个美好的愿景 所以我觉得他要坚持那个制度 我觉得你也不能把它怎样 因为过去都是这样 那只是江启臣今天抛出了一个议题 说我就是总辞了 我现在就是专心去做这个罢明案 我讲真的罢明案的这件事情 江启臣你也跑不掉 也就是说今天到底 如果今天的成果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江启臣我势必认为 你会有一个角色的存在 只是现在大家看的是 国民党的下一个 我不相信像近平这样子 他不会想说 现在朱立伦你今天要做什么 还是没关系 我们再等一个月 再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朱立伦要说什么 要做什么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空窗期 其实对于现在的国民党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这政治在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更正派的 来 董华哥我给你提到 因为我们在讲说3Q的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说要用正派这个来形容 因为这个刊版 他在攻击的是陈伯伟说 自称防疫立委反对采购疫苗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 他什么时候有反对采购疫苗 结果竟然是拆一半 他是怎么打的 他说反对当时的中国科兴疫苗 结果被把他直接拿过来说 你反对采购疫苗 所以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 都帮他跳出来说 这就是抹黑啊 那你要罢名案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操作 可是这个部分 为什么连政派经营都做不到 选举哪有政派经营这件事情 选举本身就是各种手段都会出来 但是然后这里面就是攻防了 你就像3Q说 你为了克星疫苗 结果你被简化成所谓的反对采购疫苗 你没对话 因为什么 谣言散播的速度 就是比你澄清的速度来的可爱 所以他这个最后 这个东西最后就抓一件事情 就是看整个3Q能不能把他选区的 过去的支持者整个动员起来 这个没办法 但那枯吗 那枯应该算盐宽衡的嘛 对 那江启臣说他要全力去说什么街头怎么样 因为盐宽衡原家在这个选区本来就很强 差距本来就很小 所以只要盐家的动员力够强 他当然很有机会用罢免案把你拿回来 那至于理由 理由都可以用创造的 理由哪有那么重要 你在这个选区你要扒演非盐家的人 那个理由是可以找的 那只要罢免案联署过了就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家族政治的一个投射 那对国民党来讲 朱立伦也好 我会讲你成有 这个时候一定要表态 因为盐家在这个地方就是有力量 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要表态的力量 这个时候 朱立伦在台中才两成多 不管 盐家是不可能不在乎的力量 所以他就会就是 他跟你投入的时候 你虽然就算你会赢 你又跟地方派系的事情又再扯一次 所以这一仗就要看 民进党一定要帮三国 否则这一区被拿回去 你下次又很麻烦 那这就是角力赤裸裸的地面主持战